强制股或者龙头股是市场大资金的焦点 包括傻户也愿意去跟风讲愁 参与龙头股是市场致富的博尔巴们 但是有些朋友怕追高怕背头 对于傻户来讲 怎么样去介入龙头股分上一杯跟呢 投机之王JCLibbermo说过 如果你不能够从领头的活跃的强制股上赚到钱 你也就不能够在整个股票市场赚到钱 大家知道强制股或者龙头股是市场大资金的焦点 包括傻户也愿意去跟风讲愁 参与龙头股是市场致富的博尔巴们 但是有些朋友怕追高怕背头 对于傻户来讲 怎么样去介入龙头股分上一杯跟呢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龙头股的破无反包战法 第一点就是两连羊定龙头 也就是底部起涨的第一波 需要出现一个二连羊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连续大涨羊线 单日涨幅要达7%以上 如果是符合热点题材的连羊会更好 第二个破无反包低吸龙头股 也就是二连羊以后啊 不直接追涨 等待价格向下调整 跌破五日均线 但是啊 五日均线的方向呢 依然向上 这个时候出现羊包阴的反包形态 并且羊线收盘价站在五日均线之上 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呢 是成多头排列的哈 这样的羊包阴就是进场点 符合破无反包模型 一直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是龙头的主升浪的行情哈 投资者呢 你就不要轻易下车 随后的话呢 哎 涨幅可惯 好 我们再来看这只股票啊 这里是底部起涨的三连羊 奠定了强势股 甚至是龙头股的基础啊 这里的阴线向下跌破 五日均线属于破五 四日出现一个羊包阴的形态 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呢 也是多头排列 那就是龙头股的破无反包的入场点 后期呢出现了数个连羊上涨 龙头股的战法呀 运用得当的话 就可以迅速实现翻倍 但是呢需要注意一下几点啊 第一个一定要遵守纪律 对吧 第二个呢 选择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参与 下跌的行情呢 尽量是多看手动 第三个 一旦市场出现新的题材 分流了这个短线资金 那我们要适当的止盈或止损 紧防板块的翘翘板效应 这些都是短线的纪律所在 好了 今天就是MG给你分享的这些内容 有学到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是MG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股票投资干货